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一海嫣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这个现场 我还是先请玉智博士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郭欲敌 我们这一职最近都是国台语双声带 这个年轻的玉智博士台语讲这么好 真的不简单 我也是台语讲得很老气 不过也是爱误 好 其实什么语言都有它的表达的传达的效力 真的台语确实是很有意思的 很古老 甚至于我们说很典雅 我上次已经说过 哪一天我们就使用更多的台语来讲哲学 甚至于把一些外国人的名字都翻译成台语 比如说苏格拉底要怎么台语要怎么练 还是用苏格拉底 苏格拉 这个就不方便 我想语言还是与时俱进的 像台湾人现在讲话都是混学语言 国台语夹杂 国客 甚至于我们原住民 也可以把原住民语言 跟现在的我们的流行的一些画作一个重新的一些编组 一个组合 那我们今天想要谈一个延续着我们是活着的一个人的主题 就是我们仿佛慢慢进入到我们生命的内在 我们生命内在到底有什么光景值得我们去探寻 当然这个世界无限广大 所以我们就想起在古代那个社会 我们这个所谓的自古以来 从宇宙洪荒天地玄黄 整个大自然就是我们的七身之地 大自然又无限广大 以前的人没有现在的科技的本事 不晓得地球有多大 甚至没有地球这个概念 他就是觉得整个时间是无穷无尽 所谓的宇宙 宇就是上下四方 宙就是古往来今 上下四方可以无限推广 古往来今可以无限延长 整个时间有没有起点 从佛教就是一句话 无始以来 无始以来 那基督教就是由上帝创造 上帝什么时候存在 只有上帝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我们没办法去问 上帝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你 所以整个来讲 时空是无尽的一个发展 无尽的绵延 无尽的扩展 而我这个时候就想到 我最喜欢的中国的一个哲学家 我对他也少有涉猎 对他的思想 就是庄子 就是道家的第二个人 很会讲故事的庄子 我们打开庄子这本书 一开始就是一只大鸟飞起来了 这如果要用一个影像 那就是一个大棚 扑面而来 大棚高飞 而且是由北极飞到南极 北名有鱼 其名为坤 化为棚 突然从海里面的鱼 化成这个 在高空飞翔的大棚 而且团扶摇上着九万里 扶摇直上 我们现在一个成语叫扶摇直上 就是夏天很强很强的风 旋风 因为风力强 所以那个翅膀 这个几千里长 几千里宽的翅膀才能斬得开 这个不得了 这个踏棚这么大 力气这么大 而且还飞那么高 这是一个哲学神话 哲学想象 我想不管是宗教 其实文学 甚至于哲学都需要所谓的想象 需要神话 就像希望哲学有一个预言是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原来被绑在地窖里面 就是人被绑在地窖里面 波罗拉图的地穴说 地穴说 地穴说 那我来用我的自己一点感想来看看这个 由北飞到南边的大棚 它会引起我们什么样的一种自我反省的一些思考 我想我们自己也可以想象自己像它一样是一只大鸟 在天空里面自在飞翔 我想这是一桩乐事 而且是我们从小都想的 其实人都有用想飞的念头 有时候做梦也会梦见自己飞起来 大概只有做梦可以梦见自己飞起来 事实上我们也飞不起来 要飞也要搭飞机 或是做什么飞行器 可是我们也要想想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有那你就飞吧 想飞就飞 不想飞你就在地上行走吧 用两只脚 人是两脚落地是不是 那你就可以行走在山川之间 这也是一种福分吧 一种福气吧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庄子 让大棚上场之后 那个地面上的小鸟也出现 那我们从小 好像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老师都希望我们像大棚 好像都不愿意我们只当一个 一只小麻雀在地上 或是在比较低的树头上 在那边跳来跳去 所以可能小学毕业典礼的时候 这个师长来勉励我们 就会说 各位小朋友希望你们将来 继续升学 继续发展 而且就给四个字 彭城万里 我想这个彭城 就是从庄子的大棚高飞的预言来 这个预言来 预知你想想看 你从小到大 你也是被不断地鼓励勉励 不管念什么学校 都是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方向 大棚有个方向 尤别往南 其实尤别往南 这个还蛮符合整个地球的 这整个结构 然后又飞那么高 因为有那个扶摇那个旋风 你想想看 我们真的能像大棚飞那么高吗 社会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 我们随时还是有困难 我们在上一集提到苦是不是 这个苦要怎么消解 有人说我们有很多压力吧 解决压力的方式 有这么一句话说 不要跟人生谈条件 我们如何不跟人生谈条件 我们随时都要去谈 谈出一个所有人 所以我们才能够去做些什么 去得到什么 在这里 我觉得老师 提出这个旋游的逍遥油 逍遥油 基本上是在改革 我们上一集在讲到的苦 对 怎么去还苦 怎么去解苦 基本上庄子的逍遥油 在这边我看到了 老师提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我有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 基本上这个庄子 他在逍遥油里面 他提到了化解一种生命的有限性 对 然后好像彰显了一种无限的可能性 这个跟我们刚前一集去讲到 那个苦的本质 就是不自主 似乎透过逍遥油里面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跟观点 在鼓舞我们 我们是有潜力去化解我们的有限 而去彰显我们潜能的无限 这是其中一个 因为它这个解构了很多生命的界线 譬如说从这个鱼变成棚 然后从海飞到天上去 对 这些无限的这样子一种可能性 在逍遥油里面出现了 那以现代的眼光来讲 譬如说一个得胃癌的人 在现代科技的这个帮忙下 他可能在过去得胃癌 全胃切除了 人家就不知道说 他该怎么活下去了 可是现代的科技帮助下 一个得胃癌的人 他可以把小肠做成胃 然后把它接好以后 他还可以活十几年 那这个彰显了一种生命的形态 它不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用自我设限 在一种不自主的状况之下 来缓解我们目前的处境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这个庄子逍遥油里面提到 那当然他也提到了一种 所谓的这个个体的独特性 那这个也许等一下 我们会有机会再谈到 对 我觉得玉智刚刚分析的非常深入 我刚刚好像说的比较消极 讲自己有什么生活压力 就这么一句话 不要跟人生谈条件 这当然是一个 不是完全错误的态度 但是条件是可以有一些转化的 资源可以自己创造 一个得胃癌的人 可能一开始被宣布只有几年 结果他竟然还是活了十几年 因为他自己去创造一个自己 可以继续活下去的条件 那我觉得我们看着大本高飞 也不要只是羡慕 因为他有那么大的翅膀 而且刚有那么强的风 而且地球又有南北这么长的距离 而根本上他还是 就装着眼光来讲 他还是有带着 他是有依赖的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 还有一个跟他刚好是一个强烈对比的 在地上跳着跳去的那个赤燕 那个小鸟 小鸟会对大鹏怎么说 等一下我们休息之后 再来 谢谢 大家好 刚刚我们很热烈地谈一只大鸟 庄子所创造的一个神话 鸟的神话 翅膀几千里长的一只大鹏 他飞那么高 这象征的 刚刚玉智有提到 那是要激发我们的潜能 一种无尽的想象 激发我们的潜能 人不要自己射线 最怕的自己弄个框架 我们说叫做做简制服 然后自己就变成井底子弯 其实世间可能没有这样的井 这个井是自己为自己射的 让自己就困在里面 就困在里面 那我刚刚已经说 有一个刚好跟大鹏对照的 另外也是鸟 就是我们所谓的小麻雀 那个赤燕 庄子里面的赤燕 说这个小麻雀 看到大鹏飞那么高 大鹏还被他看见了 飞再高还是被看见 因为他实在够大 他就一句话 大鹏啊 你飞那么高是为了什么 他无法理解 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说 可能是人生的境界的问题 或是需求的差异性的问题 他就说大鹏你为什么飞那么高 说我啊 小鸟 小麻雀说他自己 我顶多就飞到树上 如果一不小心 有时候还会掉到地上来 那你为什么要飞那么高 我想想看 我们想想看在这个社会上 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性 就在大小中间 就是大鸟 大鹏跟小鸟中间就对比出来 那我们可以选择 人生你可以选择 想要跟大鹏一样 那你要去创造 很多特殊的你的一些 刚刚我们说你的生命的资本 你要培养一种能力 我们说要有一种超凡的能力 就像台湾发展高教 就是提出所谓的那个顶尖 卓越 卓越顶尖 还有拔尖 你看比顶尖还更高 那这个是 当然这是一个 一个理想 一个国家教育的 一个蛮高的 一个所谓的价值 我们希望创造新价值 是卓越的 是顶尖的 是超拔的 但是我们想想看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卓越 每一个人都可以顶尖吗 都可以拔尖吗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为一般人 当然在职业上来讲 我们没有所谓一般 那个平均数是我们算出来的 没有说一个人刚好平均 大家身高170 通通170 那是因为有高有低 算出来说你们平均170 我们不是平均数的人 我们也不愿意像存在主义 有一点觉得这是不够的 就是玩dimensional面 就是单向度的人 我们希望我们人生是多向度 但是我们要怎么 从我们上次谈到的解消苦痛 创造一些生活的快乐愉悦 自由 价值 尊严和理想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想想看 在目前我们所能够掌握的资源底下 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人生 看起来很平凡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多大的 跟别人有什么多不同的地方 但他们就好像活出他们自己 这个社会上是不是还需要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去过真正属于自己 或是自己的亲人 不管是自己的伴侣 或是自己的孩子 这么简单的一种生活 这个社会也应该为我们这样的一种小小的 说是小确幸也好 来好好来一起思考吧 是不是 是 老师刚刚在说 小孩的时候 比较的时候 老师都很让学生蓬城万里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恐惧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蓬那是一只大鸟 如果我们现在天空当中 忽然间出现那只大鸟 把整个天空都盖住了 你不会害怕吗 你还蛮有想象力的 所以我用这种一种影像的这种想法 去回应这个蓬城万里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一定要成为那只大鸟 这个是一个小孩子的心声 我想要做一只小鸟 然后有小鸟的友伴 那这又有何不可 其实在这个逍遥游里面 庄子提出了很多 好几个非常具有独特性的 这样子的一种个体的存在 好比说宋容子 好比说许游 对 不过这都是古早人 古早人生活的方式 跟我们现在不太同 所以我就想到 去年在2017年的时候 日本有一个 有一个真卖座的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叫做 基存时间的生活 他这个纪录片的导演 是一个新闻工作者 他叫做福原建之 他所拍摄的 他拍摄的对象是 他们日本的一个建筑师 叫做金端修一 跟他们的太太金端英子 他这个金端修一先生 他曾经在日本住宅工团 担任首席建筑师 他在1960年代 1960年代 他就提出了保留树林的 这样的概念 他希望未来日本的 那个新的建案 都可以跟这种自然共生 在1960年代他就谈到 可是那时候的日本政府 他这个经济发展 觉得这个不可能 所以他的政策 他拒绝保留这些树林 所以这个金端修一先生 他就自己做 他就由那些开始自己做 所以他在他的工作之余 他在住宅区买土地 他自己去房子 自己盖房子 然后他也种了很多树木 然后他在他自己的庭园里面 种果树 然后种这个种菜 所以他的水果跟菜 都是自给自足的 他常常讲说 我们没有办法 给下一代金钱财产 可是我们可以留下 富饶的土壤 让他种出甜美的果实 他在纪录片拍摄的时候 这个金端先生 他已经90岁了 他太太也有87岁 他们有一个座右铭 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他们常常说 生而为人 做事不能跟别人一样 每个人都要凸显自己的个性 只要是人 都有很多潜力 我们不是那种 别人说什么就相信的人 我有我自己的价值观 我用我自己的价值观 过着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且一直生存到现在 这支纪录片 最让我惊讶的是说 这一对老夫妻 他们的生活没有存款 他们没有存款 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一直在差这个年金 年金 一直在怀疑说 我没这钱 我老来是要怎么嫁成我 可是这对夫妻 他们因为他们个性独特的价值观 去经营他的生活品质 所以让他不会因为没有钱 而过了没有品质的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我想如果我们要活着 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思考的 好好去经营自己的生活品质 动手做去经营 很有意思的一个纪录片 书好像也在台湾也都翻译出来 开心 不只一本吧 对好多本 他一系列他们家的故事 我们要好好来学这个 好像是东大毕业的 是 建筑师 建筑师 而且真的后来过 看起来就像庄子 这个寓言里面的那个小鸟 你可以想想看 小鸟看起来是平凡的 一点都不卓越 不顶尖 不拔尖 但是它是不是 才是我们善待自己的生命 同时善待这个环境的一个典范 你看大鹏 你刚才说大鹏一出现 你看整个画面 统统没有了 这只有它的翅膀吧 那对我们来讲 如果真的一个大鹏挥过来 那就像那个电影那个鸟 哇 那个所有鸟都出现 那就灾烂 你看大鹏对这个地球的破坏 比小鸟应该大很多吧 而且庄子认为他们都有待 所以庄子后来说 你这个 不管是大是小 你们是一个对比的状态 大 为什么你大 就是可能因为天生 就是有这么大的翅膀 那你能够飞那么远 飞那么高 也是因为有那么强的风 那我的条件没有那么好 资源没有那么多 那我们就学学小鸟吧 小鸟是还蛮自觉的 我觉得一只能自觉的小鸟 比不自觉的大鹏可爱多了 所以老师我们不能被外在的形体大小所自我欺骗 对不对 我想台湾人现在需要这样的自觉 自觉到不用比大小 不要比贫富 比到底要怎么过什么样的现代生活 好像现代生活好像需要有一些节目 是不是有一些必备的东西 是一定要吗 刚刚那个修医 夫妇 他们没有存款 没有存款 他们是靠年金过生活 那我们要去思考 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让他们可以依赖年金 就可以过有品质的生活 他年金好像也没有很多 没有很多 没有很多 所以我们在这边 回到庄子一个根本的意思 他希望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立自主的 宣学条件就是要无怠 不要依赖 不要觉得有欠缺 不要想要得到什么 不要太强的欲望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庄子还希望 我们过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 就是有三种人 智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摆脱功名 就是那个外在的东西 什么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在沙滩上 沙滩上走一段 很快的就没有痕迹 因为潮水来了 海浪马上就来了 海浪来了 我们只是过客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生活的同时 每一个时刻都好好思考 活着是为了什么 从内在自觉到 对于外在环境的一个调试 其实我们是有很多机会 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 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